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的日本及南韩企业撤离中国 迁往越南北部的港口城市 海防因为当地的工资仅为 深圳的一半 美国FM Global发表 2015全球供应链风险排名报告 台湾排名一举跃升52名 在130个国家 以及地区中居第37名 是身负最大的国家 主要原因是台湾在天然灾害 以及火险等风险管理方面 大幅改善 苹果强化用户个人资料的安全 即iPhone 5S开始导入 指纹辨识功能之后 再获人脸辨识的专利 另外微软刚发表的Windows 10 作业系统也支援人脸辨识等功能 法人分析 台湾大力光 预创 云香等相关业者 受回答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